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上課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下一刻的上課請大家就坐 謝謝 來 各位同心我繼續來講 好來 各位他的活動的頂數是什麼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第一個 國會議會議 一般有剛才說的有三個常會 臨時會跟特別會 再來 國會他如果在審議的時候 要注意說他要有法定的人數 剛才說一般二分之一 如果全面的會議是三分之一就可以 會議要公開 要經過表決 那兩院 有意見 有時候 眾議院通過 但是到參議院沒有通過 這樣要開一個 兩院 參眾議院兩院的協調會議 那一般 在議事廳的旁邊 都有些 修房間 那如果 參眾議院不同調的時候 就是他們的一些重要的幹部 會在裡面 屬於又經過協調 協調出一個結果 他又上來議會 來通 全面來通過 好 那麼 眾議院的解散 就是 日本內閣 首相 他有管理 來解散 眾議院 定心選舉 好 那麼 一樣 眾議院 他也有他的管理 管理 他對內閣提出不信任案 好 那麼 不過參議院 參議院 參議院沒有 不能解散 所以有留一個參議院 如果萬一有緊急的事情 參議院可以來緊急集會 來代表人民 來收權 讓這個政府應該要做什麼動作 譬如說 日本的國土 讓那個人攻擊 那麼如果剛才不剛好 那時候剛才讓眾議院 讓那個內閣解散 起碼要留一個參議院 可以經過決議 受權 讓雷克平靜部門 他們的國防軍 智慧隊 可以立舉 反擊 宣戰 OK 當然 這半年他們是沒有宣戰權 但是他有智慧權 會記 好 我們分帖 總統制和內閣制 來做一些比較 這是田鋒利 所著作的 我 在這裡拿出來 放大 給大家 來了解 總統制 他們的代表國家 有美國還是菲律賓 內閣制代表國家 就英國 日本 跟帝國 那麼 他們的元首 如果總統制是 十全的總統 算出來這裡的總統掌握十全 那麼 在內閣制也是虛位元首 譬如說 英國的女皇 還是日本天皇 這是虛位元首 不直接插政在 那麼 閣緣可否兼國會議員 在這個 總統制三權分裂的國家 閣緣不得兼國會議員 但是在內閣制的國家 閣緣可以兼國會議員 同樣 會員 國會議員 也可以來做閣緣 那麼行政首長 要向什麼人負責 總統 總統是行政首長 直接向人民負責 那麼 內閣制要向國會 因為國會是人民 所算出來的代表 國會 受款 立法 受款 給 政經部門 依法行政 所以要向國會 來負責 那麼 甚至有倒閣權 總統制沒有 但是來價值有倒閣權 解散國會 總統制也沒有 但是內閣制有 我們剛才有說過 那麼行政部門跟立法部門是什麼關係 國際內閣的 閣緣 就是屬於行政部門 參眾議員 就是國會議員 就是立法議員 那麼他們的關係如何 在這個總統的國家 行政權屬總統 立法權屬國會 兩權分權 互相制衡 行政跟立法 分立不一樣 但是內閣制 行政權屬內閣 立法權屬國會 但是行政立法合一 因為很多國會議員 可以稍微檢查內閣的成員 可以輔會一家軍 這個內閣制有一個好處 他們在通過法案很快 他們通過法案的效率很好 因為內閣的人 大部分都同一黨的人 會議員 走去行政內閣的人員 所以 有這個好處 內閣制有這個好處 所以 像美國 會去國民黨 美國 美國 美國政府 停擺兩個禮拜 你會叫 那就是 國會 行政部門 總統 意見不合 一些預算不通過 所以政府停擺 但是很注意 沒有政府也是 這個國家繼續 在運作 不會說像這個國家別忘 這是民主國家 可愛的座位 好 那麼 國會議員的職權 我們來詳細來討論 議決法案 審查預算案 跟戒嚴案 特色案 跟宣戰案 跟國和 跟條約案 這都熟 國會議員的職權 在 國會議決法案 再來 審查預算 看見 國民的荷包 再來 戒嚴案 發展動亂 是不是要通過戒嚴案 受款 給行政部門去戒嚴 還是 對一些 法人 來實施特色 這一般在 內閣制 差不多 新的 天皇 舊子的時 差不多都會用 這也要 現在也要 經過國會的動議 所以像美國 19歲年 10月17日 這個 珍珠港 這個 奇襲事件 是美國的國會 受款 給行政部門 美國總統 他會向日本宣戰 受款給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 他比較下廉國安部 比較調動部隊 這個 美國的這個部隊 實權 將款的 是在 國會的手臂 就要 國會有 統議 理解的調動部隊 國會有 統議說你 對外國宣戰 授權給你 調動部隊 不然這個部隊 那時候的 海軍啊 陸軍 他的 那是 美國國會設置 美國國會 編預算 那賣付去 所以這個軍隊 是熟國會的 不是 就是國家的 但是 國會有統議 理解的調動部隊 再來 國和案 譬如說 簽訂和平條約 再來 條約案 所有 負責外國所簽的 國際教育 還要送回來 國會的 心扎 董議會 這個條約 才可以生效 這是 國會議員 他的職權 有這個 再來 要怎麼做一個 優秀的國會議員 要有一些條件 第一 本身 要有 專業的 學養 再來 要有領導魅力 第三 很重要 第三 這個比較重要 有一個優秀的國會助理團隊 我們來看 這個優秀國會助理團隊 我們來 依 那段 陳水平 他以前 做一個 事件 就是 他辦 他生這個 十幾歲的社長 鳳來島雜誌 他 這個文章來培併 鳳富翔 以翻譯來 代替著作 那段國外的文章 把翻譯之後 還說的是他製作的 自己 著作出來 他 去 他 去 法年是國民黨開的 所以 淡水平個數 所以又拿一塊 那一年 剛才選 禮拜委員 現在 民進黨就 請他們太太 五祝賓 代替淡水平出來選 最高票洞選 不然淡水平出了 然後 選擇 國會的助理 國會的助理 對 很趣 這個是超級 助理員 那個淡水平提供很多資料 給龍獅賓 給龍獅賓 在國會的電堂 電堂 來發揮 來發表 給那些很多 都很險 很嚴 很嚴 結果 五祖軍事 都穿起來 好 這 日本有的人 這麼多資訊 韓國士典 都很厲害 講話 也很幽默 所以 那時 電視機車 或是一般的平面媒體 很愛找胡思貞 來問一些消息 來 審問中 在報社 在電視來報 所以說 很清 這就是他有一個 很優秀的 助理團隊 淡水平 這些超級助理員 後來做到 中華民國立望總統 那也一樣 賈總庭 在做立法委員的錢 贈到一個很好的助理 叫做卓榮泰 卓榮泰後來表現很好 之後 也是自己 挑出來選 立法委員也有選到 這 不是說做國會議員 就不好 就沒前途 你如果 真的優秀 你也可以挑出來 自己選 好 那麼國會的助理 有一些 不一樣的總理 我們來以美國做例 有國會的領袖助理 有國會秘書處的助理 再來 各委員會 剛才在說 類似一下 常設委員會 的助理 再來 議員 個人的助理 國會的領袖助理 就是參眾議員 他的特別助理 這種 還有 秘書處 秘書處 要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 需要很多助理 來做一些法案的分類 還有印一些 主要 主要給參眾議員參加的 各位委員助理 就是 重要的 20個 常設委員會 這個助理 他也是一樣 有民眾 有其他議員 提出法案 出議 要送來這裡 給這個助理 精力 印製成策 送給 委員會 這個議員 OK 議員個人助理 就是自己騙車 那麼他的功能 就是 有分兩 一個行政助理 一個法案助理 行政助理 就比較一般的行政工作 那法案助理 就是 這個比較專業 你在各個常設委員會裡面 譬如說 交通委員會 你這個助力 你就要對交通這方面 要進來行 所以議員說 新送來這個法案 有關交通的部分 你這個法案助理 你本身對這個交通法規 交通建設的這個 一些 因為交通建設 也有 一些建設 建築這個相關法規的規定 你也要了解 這個 比較專業 再來秘書 這有的秘書 是 這個 國會 聽說剛才說的 議長 他的特別助理 他的秘書 他要安排 這個議長的行程 還是這個國會議員 他的 要跟選民接觸的 要安排行程 首先要約得好 地點在哪裡 他在擺行程 這是他的 特別聘用的秘書 好 要怎麼聘用 這 在美國有法律上的規範 第一 基於 議員個人的 企業關係 讓你們自己打扣 再來 有的是 通過國家 考試過的公務員 也可以聘請 再來 不得聘用 親人 除非不資心 不資心 他就沒有自己管了 但是這 這是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很多都沒有資訊 這都什麼原因 就是 一般都國民黨的 條件 他們都 好像要求一個事情 他說 立法委員 我來幫你做免費的 但是我只要拜託你 你給我印名片 說我是某某大立法委員 國會助理 這樣就好了 有這個名片 他就拿這個名片 可以出在外面 說到外面 就招搖撞片 還是虎假虎威 去協定的 公訴 訂公訴 我要包這個工廠 我是某某立法委員的助理 這樣 這 雖然做免費的 但是他只要有這個名片就好了 他就可以出去賺錢 這是很壞的 將來我們民眾都要 這種事情都不可以發生 好 再來各位 立法的技術 不好意思 我要先 有一個重點 怎麼自己不記得 因為我要說的 大家要注意聽 我剛才說的 那個 不一定的科 但是我等一下要說的 這個 你後面 你如果不接下去 剛才我說的 不一定會科 我現在要說的 對對對 好 這樣了解就好了 好 好 好 來 選舉 選舉 因為我怕有些高砂族的聽不懂 北京話 來 選舉參眾議院議長 在召集當日 集會的議員 達到總議員三分之一以後 議員就可以舉行議長的選舉 這是三分之一 大家記起來 好 我要達成的重點 就是我們一些重要的 起碼我們要知道的 這打過加深令的印象 來 參眾議員重要職員的選舉 以獲得過半數選票 就一定要選到這個重要的職員 要過半數二分之一的選票 議員修會期間 如果議長認為緊急必要時 或總議員四分之一以上的議員要求 議員就可以召開會議 這是 四分之一啦 這是四分之一 只要有四分之一的議員要求就可以了 就可以召開 好 議員若要撤回所提出的議案 必須由前底提議者 全部的人來請求才可以撤案 這句 你原來提出的議案 你現在要撤回的時候 要全部的人請求才可以撤案 好 眾議員議員提出對內閣的信任 或不信任案的動議或決議案時 必須附上理由由議員出席的二分之一以上 贊同者聯名來向議長提出 沒有 我現在這個沒有地尾 這還佔了時間就不夠了 所以我說你們注意聽 要重點部分你們稍微記錄一下 也可以加深你的印象 出席人數要過半數啦 或是要多少 注意一下 好 議事日程中要記載的事項 有開會日期 開會時間 還有提交會議的案件 及期程序 這三個都要 好 有關議員 在會議期間的發言 他所有的發言 都不得涉及議題外的問題 或超出其範圍 如果出席議員 達到五分之一以上要求 就必須進行 記名投票表決 只要有五分之一的人議員提出要求 必須進行投票表決 對於要求罷免法官的請願 議長要轉送法官追訴委員會 是要轉送法官追訴委員會 好 當選後 就是 參眾議員當選後 第一次出席的議員 必須向事務局出示當選證書 不及出示身分證 出示當選證書 參議院調查委員會 是在參議院議員定期選舉之後 第一次召開集會的時候就要設立 參議院議事規則 設有17個委員會 參議院人比較少 所以他的委員會比較少 他17個 那麼眾議院的議事規則 設有20個常設的委員會 眾議院因為人數比較多 所以他所設的常設委員會有20個 比參議院多3個 有關會議的 會議紀錄的敘述要有 意思要依照數據法數據 會議紀錄由 議員來保管 會議紀錄要看在公報上 這三個都要 同一個議員 就同一個議題的質疑 不得超過3次 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 只能到第三次 若第一次無法決定當選人時 就得票最多的兩人 再舉行選舉投票 得多數者當選 但得票數如果相同時 就要用抽籤來決定 用抽籤決定 特別委員會委員的人數 是由議院來決定 特別委員會委員的人數多少 是由議院 整個議院的討論來決定的 議案的提出 必須具有附帶理由的議案 還有贊成者的連署 來向議長提出 附帶預算的法案法律案 必須附上 產民實施該款法律案 時所需要的經會的文書 委員會 委員會社理事長一名或庶民 如果委員長有事的時候 有理事 代理行使職務 議長宣布開會之前 即宣布散會 延期開會 或者休息後 任何人 不得就議事來 的問題來發言 休息就是休息 都不可以發言 表決的時候 不得附帶任何條件 無條件的 表決的時候 不得附帶任何條件 表決的時候 不在會場的議員 就視同氣權 表決時的時候 不在會場的議員 就視同氣權 議員對其他議員的資格 提出提起訴訟時 必須製作 具有訴訟要點理由 還有證據的訴狀 委員的選任 均由議長提名 委員的辭職 要由議長許可 委員會 這個重複了 有關眾議員 進行法官彈劾 法院的審判員 及其預備審判員的選舉 以單記 以單記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 注意 是以單記無記名投票方式來進行 質詢的時候 包括書面質詢 還有口頭質詢 聽證會之公訴人 是指 聽取厲害關係者 還有學識 具經驗者 OK 好 這 科技很簡單 我會去 我那時候感到 有人審 差不多10分鐘就審完啦 所以 不太困難啦 你如果有認真聽 應該就很 很 審答案 等下有時間 我再託一遍好嗎 好 OK 這樣有滿意嗎 有喔 有喔 好 謝謝 來 我們再來繼續上課 好 要入負責 有一些技術要領 我們來看 第一要了解 你 地区的選民 有什麼需要 你要去了解 針對他們的要 要求 好的需求 來理解 然後 離開 下草案 你分析 分析說 要怎麼 把這個法案 草案 把它丟出來 要符合 百姓的需要 也要 要 了解說 國家 原地 法令 規章 有什麼規定 不得 相 抵觸 這個 經過分析 分析好之後 開始設計 你要怎麼編排 整個法案的 主文 主要標題 主要的說明 跟詳細的說明 你要一條一條 在規劃 在設計 你一定 策略 要怎麼可以 上一告 這個 常設委員會 或者其他的 非常設委員會 裡面 不會被否決掉 你要 你一定 一個策略 要 尤其 那個 主標題 很重要 那個主標題 要簡單 明瞭 惡藥 那個標題出來後 還有一個 減藥的說明 隨便 隨便 拿到你這個 草案的 這個 參眾議員 隨便了解 你立法的 這個草案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這樣要溝通 很快 不會在那 有一個沒有了解 負擁在那 質詢來 質詢過 審議的時間 會拖很久 當然 你要送這個 草案 就是 你也要 裡面文字 有 錯別字幕 還是用詞不當的 還是有 抵觸原來的 已經有定的法案的相關的法律 因為你如果法案有 負擁在法律案件就已經有抵觸了 這樣 很多這關案就要用撤銷 好 那麼 提案的時候 那內閣制的 國家 台本由行政機關來提案 當然 議員本身也可以提案 但是 連著 議員本身所提的案 很少 在英國 他們統計 由內閣 行政部門 所提出的法案 草案 百分之八十四 是行政機關 內閣提出 這什麼原因 因為內閣 他直接 在辦事的時候 都會直接接觸到民眾 民眾也會反應 你 這種規定不合理 所以 有很多 修正案 也為行政部門 送出來 那麼 由行政部門提出來的法案 差不多八十六% 但是他會通過 藏意到立法部門 國會 通過的 案件 比例多 百分之九十七 百分之九十七都通過 譬如他們 所提出的法案 都有需要性 也有很實際的 所以來到 國會 這個國會裡面 都自己共同 所以他在通過的效率很高 等著 由議員所提出的法案 提供議員 都會看說 你那些都比較地區性 都小case 等著他的通過案數很少 差不多百分之三十四 至三十八 不像 內閣部門送出來 九十七九十八%的通過 通過率 你看這樣就可以插 這就是 議員所提出的提案 有優先 審議權 就是如果議員拿出來 要逼行政部門拿出來 他優先審議 因為 他們是 國會裡面的議員 我們專門在審議上的 審法案的 當然我們要優先 這是 議員的提案有優先權 再來審議的是 一般 這個草案如果送出來 都是送送送給議長 議長看這個 比較適合 這個燒環境的 就去環境委員會 上有相關的委員會 讓他們去審議 一般法案 會行不行 在這裡就割審死了 這個 相關的委員會審議如果沒有通過 這個案子就要結束了 就被打回票 所以 如果 經過這裡審議通過 再上來 大會來審議 OK 在這裡 大約大會 經過討論審議過 就要經過大會來表決 看會不會通過 OK 那麼如果參眾議院通過 馬來購商有行政首長副署 但是這個案子在這裡表決通過 料 這個法案已經成立了 已經 併這法律案 已經成為一個 法律案件 依好行政部門 就要 表決通過這個新的法案 來依法行政 你送給 這個首相 還是總理 讓他附屬 如果首相 還是總理 他不要簽字 怎麼有要緊 沒有要緊 這個法案已經成立了 要 給他附屬就是 頂議要通過說 我們國會已經 通過一個新的法案 你行政部門要 按照我新的法案來依法行政 雖然你沒有簽字 這個法律已經成功了 所以附屬只是 類似說 我幫你通過這個新的法案 再來 要公布 那麼這個公布 也是由行政部門要去公布 那麼當然 國會的立法部門 他們 他們的議案的每一個公報 也要報出來 那麼這個 行政首長 如果不公布也沒關係 這個法律已經有成功了 所以 這兩個沒有 影響到法律生效的效率 這要了解 行政之意義 來我們來看 比較消極的定義就是 只要國會 所規定的 依法行政 我就依照你所有 你國會所定義的 法律 我行政部門 依法行政 這是消極的意義 再來 範圍的定義 就是說 立法部門 有規定 的 環圍 你比較會在這個環圍裡面去行政 沒收款給你的 你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去行政 譬如說在美國 美國是50個州 他每一個州 他授權給聯邦 這個聯邦政府 憲法裡面沒有規定的 聯邦政府 沒有權 去實施 這些權利是屬於各州 各州才是真正的老闆 是各州授權來成立一個聯邦 政府 所以 憲法沒有規定的 那些權利是屬於各州 不是聯邦政府 聯邦政府只能依法行政 依 有規定 憲法規定說 你政府 你現在聯邦政府可以做什麼 沒有規定的你都不可以做 那麼實質的意義就是說 基本上 真的有在 後來都也是行政部門在用 行政有 我們來說行政權與行政國家 那麼 現在行政會變成像最大的 第一就是 他掌握實質的施政權 這個行政權 本來後面是立法行政司法 但是家庭都會 好像什麼都是行政部門在做 在做決定 這有一些原因 他們的職權一直在擴大 這個原因就是 好比說 社會福利政策 因為在差不多一區二區年那時候 發生 經濟大蕭條 那時候很多人沒有套路 那麼沒有套路會做成 社會動亂 很多人沒有奔餐的時候 會去穿夾 做成敵案的問題 所以做成建物 就要成立一些福利機構 來按大家的 弱勢的族群 這些山車沒飯堂的這些人 所以 就要發放救助金 讓他們有基本的飯堂的食物 基本的生活所需 十一住行 所以我 我三十五年前 第一次去美國 那時候美國 經濟完全不好 在小人外面 都排隊 排到外面外面出來 對 我就 問 比較別的人 就說 他們是在排隊在做什麼 叫他們說 他們的領救濟金 他們穿著 還可以耶 不說穿得很壞 不說像起司這樣 這就是民主國家 這個政府 有在照顧八成 他不讓這個人民去做 穿得破破爛爛爛 他們就是 輕用國家的力量 來做社會的這個 福利政策 那麼你要做這個政策 你是不是第一 你要了解說 他是不是很好的 弱勢團體 沒有陶螺 這要有公務理員去調查 去造冊 造冊後 經過公部門 審查後通過 法統治庭 讓這個弱勢的主情說 你依據這個庭 你能夠去人人那裡領救濟金 你每個個過程都可以 以前 以前沒有像現在這個方便 都直接轉到你的口子 以前要排隊去看 你的那個公文書 這個公文書都要有公務人員去做 所以 公務人員 行政部門 一直擴大 也之前一直擴大 再來 規制行政 這個 立法部門 國會 他所立的法 都是比較 出線條的 大原則性的 但是你的施行的矽則 這個規章 這個制度 要行政部門 在 施行矽則 這就行政部門 而且 你注意看 很多 這個法規 都是 行政部門 提案 去由立法部門通過 然後再回來 再繼續 再繼續 讓他 做一些 施行的規章 矽則 這個制度 所以看 國會 好像橡皮圖章而已 台北 百分之 剛才說的 行政部門 送去到國會通過的法案 百分之 九十七 到北都通過 再回來 又叫他 行政部門 去頂 施行矽則 比如交通法規 還是 建築法規 環保法規 這都要 行政部門 去頂的 比較優的 施行矽則 所以說一說 其實都 行政部門 在做 時間沒什麼夠了 來我再討一遍 哇 咱們放進去 可以喔 我差嗎 咱們都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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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怪耶 我人在這裡咱們都不去 好 拿下來 那個會奇怪耶 有點玄喔 那個可能無雙在把我撞在那邊 好來 我再打一遍喔 選舉 選舉參眾議院議長 在召集當日 集會的議員達到 總議員 三分之一 以上 議員可以 舉行議長的選舉 來選議長 參眾議院重要職員的選舉 以獲得過半數選票 為當選 議員修會期間 如果議長 認為緊急必要時 或總議員 四分之一以上 議員要求 議員可以召開會議 議員若要撤回所提的議案 必須由全體 提議者全部的人數來請求 全部 眾議院議員 提出 對內閣的信任 或不信任 動議 的結議案時 必須附上旅遊 由議員 出席人數的 二分之一以上 二分之一以上 贊同者聯盟 聯名 來向議長提出 議事日程中要記載的事項 為 開會日期 開會的時間 還有 提交會議的案件 及期程序 這三個都要 有關議員在會議期間 發言 所有的發言 都不得涉及議題外問題 或者超出其範圍 如果 出席議員達五分之一 以上提出要求 必須就必須進行 記名投票表決 對於要求罷免法官的請願 議長 應轉送法官追訴委員會 要送這個法官追訴委員會 當選後 第一次出席的議員 必須向事務局出示 當選證書 參議院調查委員會 參議院調查委員會 參議院議員定期選舉之後 第一次 召集時就要來設立 第一次 召集的時候就要來設立 參議院議事規則 設 17個常設委員會 參議院是比較少 所以是17個 眾議院 你光聽他這個眾 就是眾多的意思 這個 眾議院的議事規則 設有20個 常設的委員會 好 同一個議員就同一個議題的質疑 不得超過三次 是三次 若第一次無法決定當選人時 就 得票最多的兩個人 再舉行決選投票 得多數者當選 但得票數相同時 就用抽籤決定 特別委員會 的委員的人數 是由議院 是整個議院來開會決定 不是議長 好 好 OK 委員會設理事一名或庶民 如果委員長有事實 有理事來代理行使職務 議長宣布開會之前 宣布散會 延期開會 或者休息後 任何人不得就議事問題發言 表決的時候 不得附帶任何條件 表決的時候 不在場的議員 視同棄權 議員對其他議員的資格 提起訴訟時 必須製作 具有訴訟要點 理由和證據的訴狀 委員的選任 均由議長提名 委員的辭職 由議長許可 有關眾議院 進行法官彈劾 法院的審判員 及預備審判員的選舉 以當季 吳紀明投票的方式來進行 質詢的時候 包括書面質詢 與口頭質詢 聽證會之公訴人 只聽取利害關係者 和學識經驗者等 好 我請問幾分鐘 好 那麼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 大家辛苦了